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820的安东尼 我是亚亚 昨天有两个小朋友给我发了一张截图 问安东尼亚亚发生什么事了 我一看 哦!原来是 昨天我们拿了结婚证了 他们说 安东尼 你能不能用剪视频的功法来教教我们 怎么剪好视频 我说 可以 你天天在美图秀秀上面练死劲 不好意思 他说好事 我说不好事 他说我要跟我试试 我说行 200多斤的Windows XP电脑 都掰不动我一个手指 四两 拨千斤 拨千斤 我们剪视频 要以和为贵 不要搞我理斗 不要搞我理斗 谢谢大家 谢谢 那刚刚那一段其实是跟你们开玩笑的 不过的确也有一些朋友就问过我们 你们作为一对情侣 就剪视频 一起做这些旅游 这些东西有什么感想 什么感觉 对 是开心呢 不开心呢 忙碌呢 还是很 还是天天吵架 所以我们就今天想分享一下这些话题和大家聊聊天 刚开始做这个视频的时候还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们毕竟从事的行业都不同 然后从来没接触过自媒体这个行业 对做视频这个东西也是一窍不通 就是都是从零开始 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学习 每一次都是去那个B站啊 或者别的那个途径去学习各种不同的东西 今天借这个特殊的日子 我主要想讲一下就是作为一对情侣 然后来一起见 一起做这个事情困不困难 从零开始肯定是难的 就技术上的问题我感觉还好解决 难的呢主要是在协调方面吧 毕竟两个人一起做一样东西肯定是有些矛盾吧 肯定有矛盾 做视频最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比如说他想拍比如说风景 我想拍人文 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只有一台照片机 就来不及拍嘛 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累了 今天就想休息一下 但是今天又是一个拍视频的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就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容易 容易因为一些这种小的事情而吵架 困难都会有了吧 世人就会有矛盾 然后你怎么样去化解它 达到一个更好的 outcome 然后又补上感情 说实话是帮我做视频 最大的一个成长吧 对慢慢的慢慢的 你总归会越做越快 越做越好 但是我更珍惜的是 就是做视频的时候 学习到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对于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感情的那种管理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共同度过一个困难 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面对镜头都很紧张 不知道讲些什么 然后我们会可能花好几个小时写了台词 但是读出来又觉得很别扭 然后再花几个小时再去重新做 有矛盾的时候 其实说实话一开始我们两个都做得很不好 都是坚持自己意见的 我觉得要这样剪 他觉得要这样剪 有时候想一想 退一万不想 你首先你做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做这个只是为了记录生活 八九十岁的时候翻出这些视频来看的时候 能够想起 我们当时去了新加喀什 吃到了这么好吃的烤包子羊肉串 然后比如说你在这个城市的时候吃这个东西 你不太喜欢 然后还闹出什么笑话 因为这些点滴的回忆才是你人生中最应该珍惜的东西 所以说你这个目的搞清楚了 你之后的矛盾会更好解决一些 我们这个视频如果反响不太好的话 那又怎么样呢 我们也只不过是做给自己看 更多的一个目的 是做给将来的自己看 就也没必要为了它影响感情 所以说我们的频道我感觉 不如别的频道比如说像有的频道是探店 有的频道就是美食侦探或者什么的 我感觉我们的频道更想要注重于就是生活的一种随机性吧 就是生活当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你不想发生的事情 但是其实都包含在这个视频里面 很多我们所有经过的那些饭店 我们基本上都没有做调查 都是我们觉得当地人应该会爱吃 我们会看当地人是不是很多或者什么 我们去看 而不是专门去跑到一家店 所以说其实更多的是记录我们自己的生活 而不是去探访某些店 那顺便吃一下当地美食 是的 不过主要是因为我也比较爱吃东西 所以做这个吃东西的视频 还是挺符合我们平时生活的常态的 信手拈来的都是 鸭鸭对于吃有一种近乎于痴狂的一种心态 特别爱吃 我呢就比较喜欢做一些像视频剪辑这种比较练死劲的活 我还学到一种心态的改变吧 虽说是记录生活 但是你一旦把一个东西 你自己的作品发在一个平台 能够被很多人看到的时候 那平常心我觉得还是蛮容易丢失的 一开始 至少是一开始 我其实心里 我们心里是有些焦虑的 就觉得我是不是做的不够好 然后让大家不够喜欢 然后就会这种焦虑带到生活中 带给自己最爱的人 其实是一件很得不偿失的事情 我想去吃包子 烈士公园有一个很好吃的盐菜糖包 走我们去吃包子去 本来想现场给大家表演一下吃包子的绝迹的 但是没有想到它的包子铺的包子现在已经冷了 所以说也吃不了了 但是正是因为这种事情 我觉得就是在生活当中发生的事的太多了 我觉得这种事情才比较容易被记住吧 也比较值得被记录下来 好吃的东西其实你哪天都可以去吃 但是这种小故事未必每天都能喷得到 所谓的和解就是你接受一定的随机性 要努力 但是也接受事情的一些随机性 我们还是要过好当下的生活吧 珍惜身边的人 对不对 以后再跟大家有机会再聊吧 然后回家我们吃包子去了 拜拜 拜拜